好 也是意外消息 高雄是这名赖心女子 她喝醉酒了还硬咬开朋友的车 结果上路没多久 就失控撞上停在带转区的四辆机车 其中一辆母女还在加护病房急酒当中 所以情况马上连信给记者薛惠文来告诉大家 惠文请说 好的 各位观众 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辆黑色的百万轿车 它是整辆车呢 冲到了人行道上 而且地面上呢 还有一道长长的刹车痕迹 而路旁的这个水泥组车处 也整个被撞断了脸跟拔起 路旁呢 还有四辆机车是整个横倒在地板上的 而轿车底下呢 还卡着一辆机车 原来呢 照示的就是 画面上这名留着长头发的赖心女子 当时呢 她的酒测值高达了1.24 先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她的酒精测试值是1.24 那已经是泥醉麻木 当然我们带到 她所来了以后 有一些争吵 在所难免 所以我们夜间就不做训问 先把它留置 等到隔天以后 她情绪就好一点 好的 这名32岁的赖心女子呢 就是赵氏的驾驶 原来呢 她6号才刚拿到驾照 没想到13号和朋友在喝酒 饮酒作乐 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呢 就吵着要跟她朋友开这个朋友的百万名车 没想到朋友也把轿车借给她来开 没想到呢 居然酿成了这一起大祸 而后来呢 这个警方赶到现场来处理的时候 肇事的这名赖心女子竟然呢 没有丝毫没有察觉她自己已经就是造成了这起车祸 反而呢 还跟警方吵着说呢 她呢 赔钱就好了 还跟这个现场的这名几名这个机车驾驶呢 呛吓说她赔钱就好了 后来呢 被警方带到警局之后呢 酒醒了 才知道说自己已经闯了大祸 以上是最新的消息 把镜头先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我们先会问 看到这名女子 她酒醉了 还硬要上路 结果造成两人重伤 丝毫没有回忆 现在被警方移送法办 结果